主席,各位同仁,麻烦请副部长 麻威也好 副部长好,我想我们今天探讨的是针对我们对美的,尤其是军购的部分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最近有消息指出 就是美国他F-16因为军费,整个军事的运算降低的关系 所以F-16他们有可能不升级,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我想没有这个,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消息 没有这个消息吗 他们美国已经发布,他们可能F-16不升级了 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去查证过了 这个美国在这个F-16升级的预算 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啦,这个应该是有这样的考量 我们应该要因应啦,不是要问他的 万一他要的话,他如果他不升级 其实当初我们讨论的,就全盘都可能有影响 因为F-16他一旦不升级,只有我们跟美国一样的 因为韩国他们虽然也有F-16升级,可是他的来源是英国的 那我们跟美国一样,美国一旦不升级 所有的研发费用有可能是我们台湾要吸收 这是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个可以考量 如果美国不做,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 F-16升级案 报告委员,首先就是说美国并没有不做啦 万一他不做啦 这个 因为他现在已经考虑,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很新型的飞机 或什么,其实他不一定要升级啦 对美国来说 所以万一美国他在这个升级的计划 他没了他的预算支出 他把这个先可能缓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研发怎么办 因为我们在进行啦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 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F-16升级 这里面是共同研发 对是共同研发 可是美国如果不做 他就不会花这个研发费用 因为他就是因为要花这么多 所以他才不做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先考量 如果美国不做我们怎么办 第一,因为我们刚开始 我们在F-16的性能提升的案子 我们要花一千多亿的预算 如果他不做这个势必又会增加更多的预算 因为刚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是要分摊的 现在有可能没有就是台湾要吸收 那我一个方式嘛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升级 我们跟美国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韩国 其实他也是要升级 我们可不可以考量 应该用 因为美国军售 他一向都没有法则的 他对我们如果失信的话 我们根本拿他没办法 那他如果不做了我们就不要嘛 也吓一下他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最新的讯息是 美国空军 他因为预算裁点的关系 他第一个要裁点的是A-10 对地攻击机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F-16 没关系我们提出来 因为他已经是第二个选项了 他就是有可能不会 并且我们的F-16AB生机 跟美方的F-16是没有关系 那当初为什么在国会 我们之前咨询的时候 你说我们可以分摊 一起分摊研发费用 如果这样想起来 是跟前面不一样咯 没有就是之前 就是说F-16AB这种型 在其他的国家 也有相同的这个AB型飞机 他要做性能提升 所以要共同 因为上一次我们咨询的时候 你们提到是跟美国 共同分摊这个研发的费用 我不管他 你们现在说已经是不一样的 那跟你之前的说法是有出入 我们现在要提醒的只是说 如果万一他不做的时候 我们台湾不可以花那么多的钱 在这里 因为美国他错而反而 他先说不做 当初他们说 要跟我们联合分摊这个研发费用的 我希望这个 因为夏部长跟美国的关系 还有过去有外交的资历 我希望这个部分不要发生 就是说你不可以把研发费用 全部揽在我们台湾的身上 他们没有钱 我们比他更没有钱 这个部分我先提出来 另外我要讨论的是说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飞弹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F16里面 其实我们也买了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精准风偏修正 擅长型的炮弹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飞弹 可是一般来说 你认为我们的飞机会不会飞到 因为这个是可能攻击大面积的 比如说像练油场 大型基地 或者机场等等 那其实他势必攻击的对象 就是我们可能要到 假设我们要打大陆好了 我们是要飞到他那里 你觉得我们的飞机会不会飞过去 因为每一项采防御措施 可是我们的武器采购都是攻击型的 这个有什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空军的本质是攻击性的 但是这个我们在防御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攻击性的手段 但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要飞到对岸去 那你这个要怎么打 因为你现在擅长型的 这个其实他就是打大面积的 比如你就要攻打他的机场 练油场 你就是要飞到那里你才打 你不会从台湾倒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要探讨 好的 接下来我再请教 我们的浅舰 我们现在有买鱼叉飞弹 在我们的报告书里面有 我们的鱼叉飞弹目前 它的系统安装跟 因为我们是荷兰的 我们两艘舰舰目前使用的 海龙海狮是荷兰的 那它跟美军 美制的飞弹系统有没有什么差异 不知道他是 美军做一个整合 那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有整合吗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浅舰上面 它的目货系统 鱼叉飞弹怎么因应的 想请教一下 报委员 因为这一部分 我看下去跟你做一个 专门的一个报告 比较适合 因为比较机敏性 因为你目前的 它的机敏性 因为你这样表示 其实是没有整合 因为我刚刚要问的是这个部分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我们买 我们的浅舰 其实非常老旧 它目前在上面 其实有的通讯系统 是传统的吧 您的看法 它整个 它整个 整个系统 它是做一个 整个在系统上 也做一个 改进 有改进 是的 去哪里有没有界 大城有没有 不知道 因为它这个 跟这个 可能是水面界跟水下的 它一般通信的 水下如果要攻击目标物 它要怎么攻击 报告 我建议我还是 下去跟您报告 比较深 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 我们的鱼叉飞弹 如果 因为你要需要私下 因为这个其实是公开的 你其他国家 他们的浅舰 它的 它的攻击性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老实说 其实不用私下跟我报告 我现在要提出来的是 我刚刚讲了 就是我们散撒型的飞弹 我们现在讲的鱼叉飞 但因为我们的浅舰非常老旧 你的征收装备 跟我们的飞弹系统 其实没有办法运用 我们买了很好的装备 可是我们用不上 其实这是我们军购最大的问题 我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你如果没有回答 我很难 请教我们后续 我们在军购上面 目前面临的问题啊 你幕后系统 如果没有的话 浅舰要升上 我们一般浅 我们不要说我们台湾的好了 浅舰一般怎么攻击 我跟您报告 我们是一个是鱼雷 一个是浅射的一个飞弹 浅射飞弹来讲 都是主动式的一个飞弹 现在就是我们要的鱼叉飞弹 主动式飞弹 那事实上来讲 你今天一般它是怎么攻击 怎么找目标 它是由这个 第一个是由 我跟您报告一下 一个是用它的英文分析 然后一个来讲是由 英文分析它的距离很近 所以其实 鱼叉飞弹的射程有多远 最远三百多公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么远 另外一个就是声纳 对 还有 我们主要是一个是英文 英文分析 因为被动式的话 英文可以多远 你可以测量多远的目标 这个是看海洋环境还是一个 最远可以多少 最远大概一百海里大概都可以守得到 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另外的话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靠英文 你就可以知道目标在哪里 可以一个概率的位置 一百海里 一百海里 被动的话 那我们需要其他的 那个 那个目货的系统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我们一个是英文 对 你要打目标的时候 你知道敌我 用声音可不可以分辨出来 他是可以用英文资料可以比对 但不是一个很肯定的 比对要多久的时间 但看你资料库啊 你在随便 说今天我们很希望可以探讨我们的军购的问题 如果你是这样回答 我认为我们的军购有很严重的问题 连山来解释一下好了 今天你的英文 你的我们的浅舰用声纳英文 你可以用三百多公里的 这个射程的余沙飞站找到目标 他我跟你报告 第一个是英文 他判断 我们攻击啊 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是一方面的资讯 大神讯安你要做什么的 大神讯安只是告诉他 一般来讲 就给你一个 就我刚跟委员讲 你用英文 我们今天这个都有记录的 用英文 可以分辨 是底是有吗 我要这个答案 用英文可不可以知道 我们是底是有 我们的目标 英文可以判断 就是说我刚跟您报告 就是说要资料库 这是要资料库 你已经有目标要攻击你 或者你在很很紧急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用那个再来做判断 因为 因为他 你开玩笑 因为时间的关心 那这个 这个资料 我们要求 我要求 我们要更详尽的 鱼昌飞 但如果 你可以在前件上面 用目视 或者用英文 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不良想 其他还有 委员 我跟你报告一下 好不好 用点时间 第一个我们讲 我刚刚说 他的目货员 跟他的征收的资料 不是单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他在水下的时候 我跟刚刚跟 你水下 如果前件要征收的话 他必须浮上来嘛 你现在 因为你没有漂浮天线 你的大城跟迅安都没有装 你没有办法得到很精准的讯息 你的目标在哪里 因为他在下面 除非他浮上来 用通信塔 他不是 他只要是在这个 潜放近深度的时候 他可以放出天线来 他的天线是哪种天线 你必须浮上来 对不对 以我们目前的 以我们目前的潜见 他就是必须浮上来 对不对 是 船可以不要上来 就是说天线上来 船当然不用上来 可是你天线上来 大家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你看到天线就知道潜见在那里 你就要挨打了嘛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是说 今天我们买很好的飞弹 你买鱼叉飞弹 它的射程有三百多公里 可是以我们目前 除非你是要下人 你买这个是拿来下人用的 你今天你应该指管系统 我们必须做整套的整合 我不知道这个座虚当初是怎么通过的 因为你只有买飞弹 可是你没有办法用 你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武器 我们买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东西 像我之前讲的阿帕器也是一样 人家在沙漠 它根本不需要海上辨识系统 你给它用在海上 我们湿度比较高的地方 你用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并不符合 后续的问题 它现在发生的 在军构上面发生的问题 那就更严重了 今天鱼叉飞弹的部分 我们希望海军可以提出更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要私下来报告 那我希望你提供更完整的资料 我跟委员在做报告